伊索比亚空难发生多日后 川普总统在多方压力下 终于下令美国交通部长赵小兰立即停飞 波音737 MAX 8和MAX 9型客机 伊索比亚空难是波音737 MAX型客机 五个月内第二次坠机 当世界上只剩下美国跟加拿大 仍在飞波音737 MAX的时候 波音公司和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 仍在坚持 波音737 MAX型客机非常安全 交通部长赵小兰前一天 还专门达成了一次波音737 MAX客机 以表示对波音飞机的信心 但是当加拿大周三也下达停飞令后 川普总统就再也坐不住了 川普总统下达停飞令后 波音的股价一度跌了两个百分点 不过波音表示 他现在也支持川普总统的停飞令 记者张国华 华盛顿报道